发挥慈悲 抢救生命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每个钟声 每一份爱 每一天 世界万物永恒 一切无常能预留 世界无不散的夜行 终有一天会离去 人生多变化 一切不存在 拥有的一切将会在你 二七 借得的真正意义 不容许思想的奔驰 才能够适当地衡量 任何相关事物的心中缓急 透过思想 言语 行为的表现 就不会脱离适当的控制 而八 借得必须永远与心意相关联 它是善恶的产生者 在没有任何的作意下 去遵守任何一种 借得的话 那称之为 尸体的借得 它产生不了 什么时期的结果 因此 必须永远控制着心意 二九 心意控制 先于言语控制和行为控制 心意 是所有控制的开始和根源 一个人 在注意到他的言语之前 必然包含了他的心意 离开了心意的借得 对于遵守他的人 不能有任何利益 三十 只要注意自己的心意 并对趋向怀恼的心态 做个如实的观察 用所有念著和智慧的能力 去探究生死和其他痛苦的源起和结果 三意 佛陀所宣说的每一种法意 都是为了唯一的目的地 挣脱这个无尽的烦恼 和他所带来的无数痛苦 三二 那些志在超越这个恶性循环的人 必定能够运用存在的三个法印 无常 无我的真理 于三界诸有 在那里 这三个法印 永远现前 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必须透过智慧 予以正知 在佛陀最后开示里的诸行一词 就佛陀所指的重点来说 他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内心的诸行 远胜于外在的诸行 这强调着地而胜地 苦极 思想引起痛苦 困扰心意 并且不断地扰乱他的安宁 三四 思想仍然存在 但他们已经是被净化了的思想 以及清除了无名和贪欲的反倒 换句话说 他们仅仅是聚集而已 触动心弦的法印 词诚加惨忍波切 智悲法语 一 理解自己的痛苦 进而用慈悲心 而理解他人的痛苦 理解自己的心 进而理解他人的心 理解自己的人生 进而理解他人的人生 理解自己的生命 进而理解他人的生命 二 依靠众生 我们才能升起慈悲心 依靠众生 我们才能圆满成佛之道的福德自良 依靠众生 依靠众生 我们才能成就福谷 所以 我们时时要提醒自己 不应该舍弃众生 不应该讨厌众生 不应该远离众生 而应该感恩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 当他人对我们不好时 我们要能理解他人一切的不好 看待他人就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 以这样的心来羞耻忍辱 四 和每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相处时 我们内心应该升起像和自己今生的亲人在一起时 那样的欢喜和温暖 五 六 没有外面的敌人在干扰我们 伤害我们 无时以来 我们的敌人就是内心的贪心 撑心 嫉妒心 傲慢心 是他们把我们锁在六道轮回里 让我们的身心不得自由 七 已经承诺过的事情就要尽力做到 不管自己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 都不要再改变 八 世界和平不是口号 而是每一个人要身体力行去做的 每个人用慈悲心爱护人民 爱护动物 爱护重贞 爱护地球 把每个人的慈悲心凝聚在一起 大家团结在一起 这种慈悲的力量 可以成为一切众生温暖的家 九 特别是年轻人 拥有慈悲和智慧很重要 因为未来的世界要靠你们 如果每个年轻人都具足慈悲心 那世界和平自然而然就实现了 是 所谓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补起烦恼 如果没有智慧 所作所为是伤害自己 如果没有慈悲 所作所为是伤害他人 十一 人生需要衣食等各种物质条件 才能生存 同样的 我们的精神 也需要一定的环境 才能快乐 事实上 我们的快乐 更需要精神的支援 十二 精神清静快乐时 吃什么都欢喜 穿什么都舒服 也会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 但如果心烦时 身边的人都不敢跟你说话 活开玩笑 原来 我们自己心情不好 不但对自己有影响 对周围的人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把内在的精神调整过来 十三 了解到这一切痛苦 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外境 而是与我们自心的烦恼有关系 所以我们运用佛法来增强自己智慧的能力 用智慧来转化内心的烦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4. 当这个能力足够强的时候 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的心就不再会受这些烦恼的影响 就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15. 当我们生病时 作为一个修行人 这时要这样思维观修 1. 这是上师三宝给予我的加持 让我有机会代替一些众生承受痛苦 以前我想要修的自踏相患 今天就能够实践了 愿我独自所受的苦 转为一切众生都得喜乐 2. 我们如果能以这样的欢喜心 菩提心 接受自己的病苦 1. 将增长自己的福报 2. 将迅速消除业障 3. 会累积广大的功德 16. 一个内心真正具足慈悲心的人 就算打骂一个人 也是在帮助他、爱他 反之 一个表面微笑 内心没有慈悲的人 那么他的笑容也是能杀人的 17. 如果此人称恨心重的话 即使他的手里没有武器 也是一个恐怖分子 所以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称恨心 慢慢转化成慈悲心 18. 人生短暂 也许明天这个月 这几年 我们就得离开 我们想要再来转一次 我们想要再来转一次人生 修持佛法 寻找善知识 震入解脱法门 那是多难 多不容易啊 如果 你们不给自己机会 去修行解脱的话 真是枉费这人生啦 19. 我们自己要慈悲自己 怜悯自己 不要忘记 一生当中自己经历的痛苦 从出生到现在的痛苦 我们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我们的人生是怎么度过来的 想想像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这个人生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想想自己 还能在这个人间活多长时间呢 20. 明白了 有利于修行的 狭满人生 是如此珍贵之后 我们应该思维 如何行动 才能让自己的生命 不白白地空耗 让这个宝贵的生命 获得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 要多想想 精神 解不解脱 都在自己手里 2. 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要反观自己的心 你可以观察心情不好的这个烦恼 它从哪来 要往哪去 住在哪里 这样反复观察 就会发现 这个烦恼并没有来去 找到这个烦恼没有来去的空性以后 你就在这个空性当中休息 慢慢心情也跟着调整了 那里 是说这些烦恼的 就不过来 是这个烦恼并没有来来 就会发现 在这些烦恼并没有来 沿路的地方 也算是这样 有问题的 确定 在这些烦恼并没有来 都在行为 是这样子 偶然有点 今天 我们在这些烦恼并没有来 我們的痛苦是從煩惱產生的 如果能從根本上斷除煩惱 我們就能得到究竟的快樂 23.釋迦牟尼佛的教義是要我們降伏內心 每天的每時每刻都要轉變自己 互親近的動機 心越親近 心的能力就越大 我們就越自由 越自在 心越散乱 越愚痴 我們就越迷失 連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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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华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顾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请守邓业基金 即佛前大贡 点灯供水 要贡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6月4、5、2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聚花月 贤结千佛书胜功德日 慈悲智业 宜兰大贝观音道场 线上礼拜 要事宝餐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6月9日 星期四 时间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贝观音道场 宜兰县 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 宜兰大贝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 线上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现在我要给予指指生与意的教研 认清化身的体性是翁 是你当下有着无数念头形成的心 认清报身的体性是阿 是你本人现前 能知而无拘无束的觉性 认清法身的体性是亨 是你无造作 不由任何事物所组成的心 此外 由于翁是化身的体性 认清它极为形 不执着各种事物 而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去绝受 由于阿是报身的体性 认清它极为修 现于当下而无攀直 由于哄是法身的体性 认清它极为见地 全然离于贪求的无边大乐 认清化身体性的翁 视念头生起为法性 因为念头与记忆的来去 会自然消融于其中 认清报身体性的阿 是超越禅坐时间 与休息时间的禅修 因为这个体性 显现为本然觉知的法性 认清法身体性的亨 是不偏离犹疑 无根据基础的法性见地 这是关于身与义的直指教研 将这些教研结合为一个要点 视你的身为显空无二 看得见却无实质 视你的语为三种子字 在心中清晰 识诵三种子字 它们是无二的空明 具备这三点 即是结合有原念 与无原念的羞耻 伟大的国王 这必定能使你证得佛果 因此 将这些当成你的日常羞耻 我被马发誓 再也没有比这更无上的教研了 国王领受此教研之后 欣喜若狂 他向连尸弯腰致意 并向连尸抛洒金粉 这就是结合升起与圆满的教研 这就是结合有原念的羞耻 念佛伤净土 尘佛杜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